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制作单位才觉得有做惺惺之我心续集的比较 以回馈观众对我们的爱护与支持 15岁的秀秀坚持要收回弟弟妹 使收养他们的每一个家庭起了很大的震撼 最后秀秀还是把东东 弯弯 佩佩 彬彬领走了 戏是结束了 留下了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使大家共同关怀的 现在戏又将上映 五个家庭的家长热心赞助叶家的提议 成立了教育基金会 使他们今后的生活和教育费不至于发生问题 连伯伯 你有儿孙 你当然不在乎一个秀秀 是我没有 我比你更需要孩子 舅小姐 你不要激动 我们爱孩子要爱到他们心里上没有遗憾 就好像子女们没有考上联考 还想去考考别的学校 你就答应她 免得他们没有书读恨你一辈子 同样的道理 秀秀他们要回去自己生活 我们明明知道他们年轻冲动 茫然无知 不可能有谋生的能力 如果我们阻止他们 也许他们在一生之中 都认为是件遗憾的事 好在你那儿 我这儿 叶家 彭家 刘家 都是他们的家了 就让他们出去磨练磨练 让他们尝尝没有父母 没有爷爷奶奶照顾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生活 这样也许他们更珍惜 我们对他们的这份感情 这就是回来以后的兄弟姐妹 他们要自力更生 不接受长辈的金钱支援 同时分配好 以后谁做什么怎么去做 这是秀秀 白天上学 放学以后 学他父亲去卖水果 烂掉的比卖掉的多 东东放了学去擦皮鞋 可是擦皮鞋也有地盘的 您看 东东被打成这个样子 却向谁诉苦呢 也许他们明白了 钱不是好赚的 弯弯还是干他的老本行 卖奖券 可是单靠客余的时间 能卖多少钱 最得不偿失的 是荒废了不少功课 彬彬很皮 佩佩能照顾彬彬吗 每天都常有这种火爆的场面出现 谁对谁错的 谁也弄不清楚 毕竟他们还是孩子 领养他们的父母 并没有忘了他们 眼镜的度数是不是增加了 是不是该换 父母的心血多细啊 彬彬还是叶家的心肝宝贝 彬彬虽然小 被爱的享受还是甜美的 这一点从彬彬的笑容上 可以看得出来 母女相见无言 就像这种琴剑 发不出声音 内心侵懦的呼唤 却永远没有停止过 弯弯叫一声妈妈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你喊过她了 这是秀秀的奶奶 爷爷告诉秀秀 奶奶因为你到美国去了 她把这里的家 看成她的伤心之地 妈 我错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苦 大姐 你们不苦 我想新爸爸新妈妈 我也好想周阿姨哦 我想奶奶 我想姐姐 你们真没有志气 大姐花了那么多心血 把我们要回来 董董 你不要安慰我 我记得彭妈妈给你 从新衣服来那天晚上 你是抱着新衣服 新衣服地睡着 在睡眠中 你还是在笑 姐姐错了 妈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有什么能力自己生活 这都是姐姐太冲动了 我相信爷爷 奶奶 新爸爸新妈妈都会原谅我们的 万一他们生气了呢 生气就不会来看我们了 我们也要帮忙 对 大姐再问你们 你们愿不愿意回新爸爸新妈妈家去 愿意 愿意 好 天生 日出日落 花开花谢 时序是不断的流着 这五只小鸡已经长大了 她就是秀秀 爷爷 奶奶什么时候回来 你需要奶奶 国外的哥哥妹妹也需要奶奶 有我这个老教书将 跟着你这个小教书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秀秀受梁爷爷的耳濡目染 大学毕业以后 在国中当起老师来了 他叫江怡平 是一家电机场的工程师 从读大学起 就追求秀秀 算算整整追了八年了 他跟秀秀谈得来 性情也相投 只可惜秀秀闭口不答应 结婚这件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连东东弯弯都已经结婚了 这是东东和他的妻子钱家荣 东东大学法律系毕业 又经过考试和训练 现在在台北地方法院工作 跟钱家荣结婚以后 把爸爸妈妈也接来台北了 他们也老了 把美农的散场交给了徒弟 他们的女儿肃谦早已嫁人 他们用近乎祈求的眼神 每天望着东东 似乎告诉东东 儿子 我们为什么还活着 我们是等着抱孙子 老人的期待 东东的沉默 这中间有讲不完的故事 这是弯弯 这是周艾娜 已经为弯弯添了华法 她一直希望女儿像个淑女 学正统音乐 有一天能在钢琴演奏会上 偷偷地看到观众入神的欣赏 热烈的掌声 谢幕时候全体起立致敬的鼓励 然而她失望了 弯弯仍然爱漂亮 仍然是嘴巴很甜 仍然是我行我素 她追求自我 喜欢上另一种调子 十五年了 女儿温暖了她的心 也伤透了她的心 像牛马一样的工作 赚钱 满足女儿的需求 只有一样是没有改变的 她是我女儿 我爱她 十五年没有改变这个习惯 每天为现在的父母祈求平安 佩佩是护砖毕业的 在竹山卫生所做护士 不离开这个家 不离开父母 就是福气 刘家多了一口人 他叫刘富恩 是刘榜文哥哥的第三个儿子 农校毕业的 佩佩叫他三哥 这应该是一个最美满的家庭 不过有一道难题困扰着刘家老夫妻 他们领养的佩佩已经二十一岁了 婆婆呀 妈妈十八岁呀 就嫁给你爸爸了 妈 姐姐三十了还不结婚 姐姐不结婚 我怎么好结婚呢 这是宾宾 这是她的房间 人呢 也许在楼下吧 大人变老了 孩子变成大人 叶家对宾宾来说 十五年的心血白费了 高中毕业以后 没有考上大学 就经常在外游荡 索性 在宾宾被秀秀要回去的那一年 玉玲经人工受孕 生了现在的儿子叶家琪 也许宾宾因为这个弟弟的来临 心理上失去了平衡 自认为自己的地位被贬值了 激发了她在宠案下 原本已有的反叛性 宾宾 又要出去了 嗯 你又要到哪里去啊 奶奶 不要问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给她钱 我不给她钱 她会做更坏的事 她现在还经常回来 就是因为从我这边还拿得到钱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这孩子学得越来越坏了 宾宾 你嘴里虽然这么骂他 其实你比谁都爱他 你时常用爱来平衡他的心理 这些我们都感受得到 只有彬彬并不领情 这是不是叫迷失的一代 有很多的问题有待探讨 古秋霞女士十五年以前的安排 现在起了很大的变化 如今五个兄弟姐妹 各有不同的遭遇和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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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怕情 你尽量挫折感伤 不过两预报疯狂 因为在黑暗中总有一丝星光 那光芒燃烧了我被冬江的心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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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名其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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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